不祷告的罪,莫安得烈,一,不祷告是何等的羞辱神这位圣洁,荣耀的神邀请我们到他面前来与他交谈,把我们的需求告诉他,亲自经历与他交通的甜蜜和幸福,他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借着他自己的儿子救赎我们,因此与他交谈,可使我们看出我们最高的荣耀与救赎。 然而我们却没有好好使用这属天的权利,有多少人只肯花五分钟的时间来祷告,他们甚至不肯目祷告,也不知道该如何花半小时与神在一起。 当然这并不意味他们绝对不祷告,他们每天祷告,只是他们祷告时毫无喜乐,也不觉得祷告是一种享受。 难道我们的心还不肯承认我们在轻蔑神,羞辱神,竟敢说我们没有时间与他交通吗? 如果我们对此罪认识清楚,我们就会心中觉得极为羞愧而向神呼喊说,我有祸了,我完了,哦,神啊,开恩可怜我,赦免我这可怕不祷告的罪。 二,不祷告是导致灵命贫弱的原因,不祷告正好证明了我们的生命大多时候人落在肉体的权势之下,医生借着听筒能诊断病人心脏的情况,照样祷告也能证明我们属灵生命的情况。 不祷告的罪说明了,基督徒和教母人员的灵命众已有了致命的疾病与软弱。 许多人抱怨教会软弱无能,总认为教会在成全神的呼召方面,在感化信徒方面,在拯救自己脱离世界的权势方面,以及带领信徒分别为圣归向神方面,都显得无能为力。 还有许多人批评教会对世人是否得救漠不关心,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世界上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原因何在? 原因无它,只因为他们缺乏祷告,他们在教会里热心读经与侍奉,在传道与个别谈道上也算忠心,但他们缺少不住地祷告,而这却正是支取圣灵可靠的应许是不可少的一环。 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缺乏能力,就是因不祷告的罪在作祟。 三,教母人员不祷告的后果,使教会遭到非常可怕的损失,一个教母人员的职责就是造就信徒有祷告的生命。 如果一个领导者自己都不明白有关与神交通的秘诀,以及每天如何靠圣灵为自己与自己的是奉求神赐下丰盛的恩典,他又怎能带领信徒活出一个祷告的生活呢? 教母人员不可能将信徒的灵命抬高到超过自己灵命的程度,他不可能单凭热心指出他本人既没有经历过,也没有活出来的一条路。 可惜,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对于祷告及与神交通的福分真是一窍不通。 有多少牧者虽知道一些祷告的事,也渴望更多知道些,然而在讲道中却没有坚持信徒去追求这种福分。 这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传道人自己对祷告能力的秘诀懂得太少,虽然按属灵的本质和神的旨意而言,祷告是必不可缺少的, 但祷告仪式在祂的是凤上,并没有占应有的地位。 哦,如果我们能帮助传道人看见此正确的亮光,并帮助他们从此最终被拯救出来,我们一定会很明显地看到信徒的生命产生很大的改变。 四,不祷告就不可能向万民传扬福音我们从基督那里领受传福音的使命,但只要不祷告之罪不被克服,不被赶出,这使命就难以完成。 哦,巴不得一切为天国而付出的心思与劳力,以及一切的盼望,能辨策我们去认识此不祷告的罪。 愿神帮助我们把此恶根拔出,愿神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和全能拯救我们脱离此罪。 愿神教导每一位传导人来明白,他将可达到何等荣耀的地步,只要他从此罪根中被拯救出来,他必能勇敢又喜乐,信靠又坚定地与神同行。 主将此不祷告的罪重中压在我们心上,使我们不得安息,只等到借着耶稣的尊名和全能把此罪从我们身上挪去。 相信他必为我们成就这件事。 五,不祷告的原因在一次祷告会里,一位弟兄问道,那么多人不肯祷告,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否由于不信,他得到的答案是,当然,但是不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当门徒问主耶稣,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 主的回答是,因为你们缺乏信心,主接着又说, 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见识,拖就不出来。 太师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换句话说,若没有一种自我牺牲的生命, 如肯见识,放弃世界,或若没有祷告的生命,抓住天上, 那么信心是得不到操练的。 在一个只随从肉体,急救性情,而不随从圣灵生活的生命里, 我们可以找到不祷告的根源。 如果一个病人可想得到医治,最重要的是要先查出病因, 这是恢复健康的第一步。 倘若忽视主要病根,而把注意力集中于错误的病因或自要的问题上得医治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我们最重要的是,是要得到正面的见解, 查出为何我们内世的祷告生活如此死气沉沉。 照理祷告的内世应是我们蒙福的地方, 让我们来探究且充分地认清这罪恶之根。 圣经教导我们,信徒只可有两种生活情况, 一种是随从圣灵形式,另一种是随从肉体。 这两种权力是势不两立,彼此相争的。 因此,大多数基督徒虽然倚靠圣灵众生且已接受了神的生命, 却仍旧继续生活在不随从圣灵, 只随从肉体的生活形态中。 保罗对加拉太人说,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加三章三节, 加拉太信徒的侍奉是属肉体的, 是外表的活动。 他们不明白, 随从肉体去做神的功, 肉体不久中会明显地犯罪。 所以,保罗在信中不但称一些重大的罪恶, 如奸瘾、杀人、醉酒等为肉体的活动。 他也提到在日常生活中一些比较普通的罪恶, 如恼怒、纷争、结党, 也是肉体的活动。 因此他劝勉信徒们,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加五章十六和二十五节, 我们尊敬圣灵, 不仅因他是我们新生命的创始者, 也因他是我们一切行动的领导者, 我们若不顺圣灵而行, 就如使徒所说, 是属肉体的了。 大多数信徒对于这件事了解得太少, 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属肉体的本性是极其可恶, 也是排巨神的。 他们既属那种性情, 所以会不知不觉地顺服他。 肉体是不可能改善或成圣的。 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罗八章七节, 我们除了要像基督一样, 诚心对付肉体, 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外, 实在没有其他的方法。 保罗劝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罗六章六节, 所以我们因着信也要钉死他, 我们每天要把肉体当作咒诅之物来对付他, 受咒诅的十字架上是最合适肉体去的地方。 令人痛心的是, 竟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很少想到, 或是真诚地谈到有关肉体的顽固性和他无法估计的罪恶。 甚愿我们能够明白神赐恩给我们的计划, 他期望看见我们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 让圣灵在我们内心管理我们的生活。 虽然明白或寻求此属灵生命的人是那么少, 然而那生命却是神确实已应许自下的, 而且必要成就在那些为属灵生命而无条件顺服他的人身上。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肉体此顽固的罪根是不祷告的原因, 也许我们的肉体可以祷告得很像样, 自以为如此行就是好基督徒的表现, 也能叫我们的良心满足。 但是,肉体本身不会渴慕也无能力祷告, 但祷告本身却能使我们进一步追求更深的认识神, 因与神交通而喜乐, 且学会继续不断地倚靠他的力量。 所以,我们可以如此结论说, 我们的肉体必须被弃绝并钉死, 属肉体的基督徒既没有追求神的本性, 也没有寻求神的力量。 他很满足于形式化或习惯性的祷告。 至于隐秘出祷告的荣耀与福乐, 对他而言则是件猜不透的事, 除非有一天他的心眼被开启, 他才会明白肉体的本性是远离神的, 他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使人不可能有能力来祷告。 我们不要在环境中寻找不祷告的原因, 而要从神的话中去寻求他的看法, 我们不肯祷告是因为我们对这位圣洁的神隐藏着厌恶的心。 当一个基督徒没有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时, 这种顺服必然是出于神的旨意和他恩典的工作, 他就会不知不觉地活在肉体的全世之下。 肉体生命的表现有以下各种形态, 一、情绪急躁或突然发怒, 二、缺乏爱心, 三、尽情吃喝,养尊处优, 四、随心所欲,谋求自己的主张与尊荣, 自是聪明与有才干, 以及求世界的娱乐, 虽然有时又会为了这些事在神面前自觉羞愧, 这就是随从肉体生活的缩影。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临前三章三节, 也许这结经文实时在困扰你, 以致使你在神里面没有完全的平安与喜乐。 让我们再度思想以下两个问题, 我有没有查出不祷告的原因呢? 我无能为力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错, 我是靠圣灵入门, 我已重生, 但我却没有靠圣灵行事, 反而让肉体在我身上做主。 属肉体的生命是不可能有能力用心灵祷告的。 求神赦免我, 这属肉体的生命显然是我可悲可耻不祷告的原因。 六, 战场上的激战焦点我们基督徒 是生活在天国与黑暗权势的交战中。 当一位江陵拣选某个地区进攻仇敌时, 他总是密切地注意那些战略要点。 在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中, 英国的威灵顿将军敏锐地把一个农场看作这场战役的关键, 不惜派重兵防守那个要点, 结果就获得最后的胜利。 信徒与黑暗权势交战也是一样, 内侍的祷告就是关键, 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策略点。 仇敌会竭尽全力地诱惑基督徒, 而且首先诱惑传道人, 使他忽略祷告。 仇敌了解只要传道人不重视祷告, 无论他讲道是多么动人, 主领的碎败是多么吸引人, 探访又是多么的忠心, 这一切都不能有损于撒旦和陀的国度。 只有当教会将自己关入内侍祷告, 主的精兵们以双膝支取从上面来的能力时, 黑暗的权势才会被震动, 人们的灵魂才会得到拯救。 所以无论在教会, 在宣教地区, 传道人和他的会众, 凡事都要靠中心地运用祷告的能力。 因为撒旦这样做岂当令你感到惊奇吗? 撒旦怎样拦阻人祷告呢? 托惠诱惑人拖延或是缩短祷告, 托惠使祷告的人思想散漫, 或用各种方法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甚至借着不信和绝望使信徒不愿再祷告。 然而, 肯祷告的勇士有福了, 他无论如何, 总是谨慎地紧握手中的这个武器, 并且使用它。 正如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元石一样, 仇敌攻击得越厉害, 他就祷告得越恳切, 他不停止祷告直到获得全胜。 当保罗提到基督徒所穿的全副军装时, 最后加上一句话,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福六章十八节, 没有祷告, 救恩的头盔, 圣灵的宝剑, 也就是神的道, 都变得没有能力。 一切都要靠祷告, 愿神教导我们一心相信, 并紧紧地握住手中的这个武器。 七, 与不祷告征战, 当基督徒开始认识到自己不祷告的罪时, 他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应该靠着神的帮助, 努力来获取胜利, 但不久他就会发现, 努力并无多大的果效, 于是渐渐灰心, 不再持之以恒。 许多传道人都对我说, 要达到那样严格的祷告生活, 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不久前, 有一位一个以才干, 热心出名的传道人写信给我, 他说, 对我来讲, 我实在听到太多关于如何在祷告生活上多下点功夫的道理, 我实在已经听腻了, 我曾一再地尝试, 结果总是十分失望。 有人这样告诉我, 你必须多祷告, 必须格外谨慎自己, 并要成为一个更热心的基督徒, 这些话对我是毫无益处的。 我这样回信说, 我记得在裴灵会或其他地方讲道时, 从来没有提到要努力达成祷告的功夫, 因为我坚信努力是徒劳无益的, 除非我们先学会如何以单纯的信心住在基督里, 借着他来信写道。 我了解了, 我真正需要问的问题是, 想一想你与你这位活着的救主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 要能活在他的面前, 因着他的爱而喜乐, 安息在他的里面, 是的, 这才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信息。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与主的关系很好, 另一方面, 却让不祷告的罪继续有权势管辖着我们, 而同时又与全教会的人一起抱怨自己的生命软弱无能, 以致不能按照当今的本分来为自己, 为教会, 为宣教地区祷告。 我们若能认清, 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高超的, 我们也渴望有能力按着神的旨意祷告, 我们才能享受以他为乐与安息在他里面的权利。 人若靠自己努力, 挣扎学祷告, 其结果必然是令他失望, 而且必然会扑灭长进与得胜的一切希望。 当我们要求基督徒成为横切的代导者时, 他们实际的情况就是那样。 他们认为那是完全超越自己所能做的范围, 他们没有舍己及分别为胜的力量来带导, 他们起初会想逃避责任, 认为舍己那些事只会令他们不愉快。 接着, 他们会试着靠肉体的力量来战胜肉体, 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也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 我们岂有可能战胜别西卜吗? 不可能, 只有耶稣才能征服肉体与魔鬼, 靠自己力量而产生的努力, 必然令人灰心与失望, 然而另一种努力必然导致胜利。 圣经说, 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 提前六章十二节, 这种战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的战争。 我们对于信心必须有正确的观念, 而且必须在信心上站立地稳。 耶稣永远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 当我们与他的关系进入正常的地步时, 我们必得着他所赐予的帮助和能力。 因此我们第一步就是恳切地告诉自己说, 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挣扎, 将自己放在主耶稣的脚前, 等候在他面前, 确实相信他与你同在, 又在你里面工作。 第二步是照样恳切地说, 要竭力祷告, 心里满有信心, 这样你必会在主里刚强起来, 并住在他的大能力。 有一次, 一位很热心又很成功地带领一个 大茶经班的虔诚姊妹, 带着愁容去找他的传道人。 多年前, 他曾享受过在内侍与主亲密交通的福分, 然而这种关系逐渐消失, 尽管他仍在尽他的本分, 却不能恢复以前的光景。 传道人问他为要得回这失去的福分, 他曾做过些甚吗? 他说, 凡我们能想到的, 我都做了, 可是仍归突然。 于是传道人问起他关于得救的经过, 他立刻很清楚地回答说, 为了要使自己脱离罪恶, 我起先努力地试图做个好人, 然而总是无效。 后来我开始明白我必须停止一切的努力, 单单依靠主耶稣将他的生命与平安赐给我, 主就这样做了。 于是这位传道人又说, 那么为什么你不照样再试一次呢? 不管你祷告时, 内心是多么地冷淡与黑暗, 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勉强你有正确的态度, 俯伏在主面前告诉他你所看到的可怜光景, 他是你唯一的盼望, 只要似孩子般地信靠他, 求他开恩可怜你, 等候他仰望他。 当你这样信靠他时, 你与他的关系就会恢复正常了。 过了一阵, 他来告诉传道人, 他的劝告帮助了他, 他以学会信靠主耶稣的爱事进入与神祷告交通的唯一方法。 难道你还没有开始明白有两种战争吗? 第一种是你会企图以自己的力量来战胜不祷告。 对于这种情况, 我给你的劝告是, 放下你自己的活动和努力, 无依无靠地跪在主耶稣的脚前, 他要对你说话, 而你的灵魂会得以保存。 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 那么第二步就是, 要了解到这不过是初步的入门, 还需要你真心实意地操练自己的信心, 并要全心全意地谨守警醒, 迫切地省察最微小的冷淡现象。 最后, 你需要靠神活出一个顺服到舍己的生命, 而这生命正是神渴望在我们身上看到的, 也是祂愿意为我们做成的。 爸, 怎样脱离不祷告的光景在胜过不祷告的道路上, 最大的绊脚石就是, 我们内心常感到永远不会有不祷告的光景中得蒙拯救, 我们曾多次努力, 总归突然, 我们的就习惯与肉体的诠释, 以及环境里各种诱惑力对我们太强了, 我们内心确信这是办不到的, 那么又何必去尝试呢? 我们整个生命需要的改变是太大也太难了, 那么这是你最需要学习的一门重要功课, 就是相信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已包括这样的拯救, 唯有它能使你逮着一个真正能祷告的生命, 唯有它能使你听到那呼召你悔改的呼声, 有人多次为了太少祷告而带着痛苦, 自责的心进入内室, 并且立志日后要改变这种光景, 然而仍得不到那福分, 他之所以没有力量继续祷告, 是因为他没有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 他不知道就在那一刻, 主耶稣正慈爱地俯视着他, 并对他说, 为什么不将自己交在我的手中, 要相信我乐意帮助你祷告, 我非常渴望将我的慈爱浇灌在你的心里, 使你因此觉悟到自己的软弱, 也因此才肯坚定地依赖我赐下祷告的恩典, 我怎样洗净你其他一切的罪, 我也必照样救你脱离这不祷告的罪, 只要你不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求胜利, 只要俯伏在我面前, 向那期待从他就主处得这一切的人, 不论你多么悲观地看自己的祷告生活, 只要肯在我面前安静等候, 尽管放心, 我必教导你怎样祷告, 难道我们忘记这样的真理吗? 一个战败的属灵生命, 只能有一个战败的祷告生活, 用我们战败的属灵生命来努力有更多的祷告是无济于事的, 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我们至少要经历到若有人在基督,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句话对任何想学习祷告功课的信徒来说, 都是千真万确的。